為時四天的擺攤在7月1號順利結束啦 終於有機會見到一直支持我們的粉絲們 這次大放送只要消費滿300就能拿到簽畫券 所以幫操作人畫到圖超開心的 其中有幾種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粉絲類型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第一個 父母在後面不敢畫太形色的粉絲 經會時我都會問粉絲想畫什麼角色 通常遇到說話兩位男角或是女角的 我都會很逝去的偷問一下 要騙色的還是不色的 不要不要裸上半身 然後很多粉絲就會眼睛一亮 我想要色的 嘿嘿嘿很懂喔 然後我就會幫他們畫比較喜脈膨脹的動作 但有機會我問他們後 他們看了看後面就會面有男色的說 爸媽在後面正上的好了 想要刺激的嗎 想 我在這邊幫你簽一個正常的 筆記本後面我都幫你畫刺激的 然後畫完我就會大聲的說 來你的正常蛋哥謝謝 第二個 看影片看超細的粉絲 有些粉絲在我們幫他畫畫時就會問我們問題 有幾個人問的問題超級細節 甚至細節到我都忘記了 還得去翻譯影片真怕講錯 然後因為久遠的故事偏向懸疑推理 他們還能分析故事推斷接下來可能會有的劇情之類的 你們是柯南嗎 不過真的很感謝你們認真的看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大的鼓勵 第三個 從很遠的地方專程過來的粉絲 先畫的時候如果有聊天 我都會問一下大家從哪裡來啊 或是幾歲啊等等 但這次 居然有幾位從超遠的地方過來 我的一位會員兼我們的遊戲頻道管理者W 為了這次攤位 特地從馬來西亞飛過來看我們 還帶了各種禮物 真的超級有心 還有一位從香港來的粉絲 帶了一包超罪惡香港洋芋片給我們 你怎麼知道我為了健飛 但一個多月都不敢吃洋芋片 好好吃喔 因為是第一次出台 真的不知道會有多少粉絲願意起來 昨天那幾個月我也壓力很大 看到大家來碰上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第四個 跟阿鳩合照後感動到哭的粉絲 在展覽第三天的時候 我正在幫大家簽話 不然我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原來是阿鳩跟學長來我的攤位看我 然後我就看到有兩位粉絲看到阿鳩他們超開心的 在幫其他人簽話完之後 帶兩位粉絲來找我拍照 我就看到其中一位粉絲居然在哭 原來他們去找了阿鳩他們拍照 太感動所以哭得無法自保 我能懂這種偶像突然出現的喜悅 所以請他慢慢哭完 平復一下情緒在拍照 然後我就開玩笑的跟他說 你等一下跟我拍完照 你要感動的哭一下喔 不然會換成我哭喔 第五個 專程為了我們這一攤而來的家庭 有時候會有那種爸媽帶著孩子前來的 在幫他們孩子畫畫的時候 他們的爸媽就會很開心的跟我們分享 我們是從台中專程帶孩子們過來的喔 孩子們都很喜歡看你們的影片 又出來就是專門為了來你們的攤位呢 真的嗎?謝謝你們 因為小孩子都會拉著我們一起看 所以我們都知道你們 那是孩子們第一次見到偶像本人呢 聽完真的超級感動的 很感謝你們陪著孩子一起看 還願意帶著他們 往那麼遠來我們的攤位 雖然我也瞬間想了一下自己有沒有在影片裡面罵什麼粗話 或是叫壞孩子的東西 應該除了抱怡之外還好吧 可以放心看可以放心看 第六個 熱心的粉絲 有一次九尾請我幫他拍照 紀錄他幫一位粉絲簽畫的過程 結果我怎麼拍都被九尾嫌棄 看到我被嫌棄 在等我們千惠的粉絲都笑得很開心 突然那位等九尾畫畫的粉絲 至高奮人的說要幫他拍 然後就接去我的手機 認真的幫九尾拍照 真的超可愛又熱情 但我的先生名我拍的不差 我也拍的不錯吧 第七個 超級老粉 某一天 在幫一位粉絲簽畫 簽畫完 他突然拿出了一本本絲給我看 我一打開 啊靠 是不是要多少年前我的簽畫 那時候還在臉書時代 多麼的陽春 多麼的馬桶蓋 還有三睫毛耶 原來他大概七年前 有去文部會找我簽畫 從那時候就留存到了現在 時間一過就是七年了 幸好簽畫有進步 另一位則是在某一天簽畫完 拿出了他的手機照片給我看 哇 這是2016年在某廠簽畫會拍的照 那時候的我也太瘦了吧 看到他們留著的照片 和陽春的簽畫 我的各種回憶不經湧現 很感謝你們這七八年來還是支持著我 也會感謝大家一直以來默默的支持 第一次擺台有很多不足之處 讓我下次會做得更好的 目前預計明年也會設攤位 可能是文具展 也可能是舞文會 或是其他的攤位 這次沒辦法來 或是來過的粉絲們 都歡迎下次來找我們喔 會有更多的新商品跟回饋活動的 另外這次攤位的商品 近期就會放上蝦皮 讓無法來現場買的人購買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來自家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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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自家頂著